好 陛下 臣等将节礼效忠朝廷 辅佐太子 众爱卿的忠心 朕是深信不疑 但是朕再三考虑 还是要 废太子刘盈 立三子刘如意 如意不但长得象征 其秉性能力也都象征 他遇事不经 坚毅国改 骑射 兵器 样样皆通 虽说尚在幼小之年 处世不深 但是日后通过力量 一定会成就一番帝王大业 陛下 为养 利幼 要坏的规矩的 就是吗 那长得像陛下 那就可以立为太子啊 你不说话 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吗 陛下 立敌不立数 这是周天子以来 就定下了皇位继承志啊 废了 就等于乱了朝庚啊 再说太子一事 关乎天下根本 根本移动 天下震动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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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老臣以为此举万万行不得呀 对呀 陛下 万万行不得呀 罢了罢了 朝上义废太子之事 丞相为何一言不发呢 这可是 关系到国本的大事啊 我怎么一言不发了 我怎么一言不发了 我不是说陛下深谋远律吗 满朝文武 都不知道陛下的真实用意 陛下欲换太子 其意不再留营啊 其意何在 请丞相明示 感觉陛下 义在此处 这不就是两个圈儿吗 这是双口 什么 废太子留营 我二姐知道吗 若是废了太子 我二姐当不了皇太后 我们吕家岂不要跟着倒霉遭殃 你这个土狗的脑袋 你为什么不在朝上拼死理争 你怎么知道我没理争啊 我告诉你就为这事 陛下在朝上差点用皇权治了我的罪 你现在赶紧告诉二哥 还有侄子屡路旅产去常乐宫 我先走一步 我也要进宫去看皇后姨母 你就别跟着裹乱了我的小祖宗 你别逮着去 你跟着骑什么火 那我去赌场你可别管我 回来 臭嘴 我跟她说什么朝上的事 我早就知道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婴儿忠厚老实 那太子的位置 妖父一直都惦记着 让她的儿子趋而待之 二姐 那你就这么干等 眼看到手的皇冠 就让那妖父拿去 三姨母 我知道你们为我的事着急 一婴儿看你们也别太过于担心了 说心里话 我书读不过四弟刘衡 无比不过三弟如意 再说了 父皇不是说天下刘姓是一家 大汉天子只要姓刘就行 只要是兄弟 谁当太子不都一样吗 你道中后 太子谁做都行 那太子是要掌管天下的 继承地位的 那妖父知道什么是天下 什么是百姓苍生 他就知道享受天下 号令天下 这天下还经得起他折腾吗 婴儿啊 这太子位可是老天爷安排给你的 咱们谁都不能违抗天意啊 这不当太子的话 以后可别再说了 瞧把你母后给气了 哎 你怕什么呀 你有你母后 有你三姨母 还有你二舅父 咱们吕家人 全是你最可靠的后盾 你呀 就只管挺起腰杆来 免了 二姑母三姑母实在不行 我得杀了七姬和那小兔崽子 咱们要先发制人 力保盈儿的太子位 拜见王后娘娘 你们 都回去吧 坐 义京 有什么好主意 你除了主动找满朝文武说相 有一个人不得不警动 谁 帮刘邦打天下出谋划策的人是谁 当今圣上对谁的话言听计从对谁最心得过来 张良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依我看 张良现在肯定不再封闭 我找到别人呢 让你这么多道理 也不难以外 为太子之事而来 刚刚吕侍芝也来过 我提醒他去找商山四号去了 就是当年陛下看中 辅佐江山的那四位高人 萧丞相对立太子之事 是如何看待的呢 陛下担心的是 他死后吕侯专权呢 所以立流如意为太子 较为稳妥 萧丞相此言差异啊 看来张良兄是赞同吕侯专权了 梁不赞同吕侯专权 是为了江山社稷 吕侯为人心狠手辣 张良兄敢担保刘毅登基后 吕侯不会祸乱大汉吗 以萧丞相之大智慧 怎么只看到了吕侯的心狠手辣 却看不到他的大胸襟呢 请江良兄民事 如今之事 无论是刘盈还是刘如意 他们谁当太子 都得看他们身后站着的 女后不仁但有大慧 妻机仁义却缺少智慧 现今的大汉 根基还未稳固 如无法 仁智兼备 恐怕还是智者 更能够使江山设计稳定啊 上山伺候 明天即将能共和应生 有机会 就是 有机会 不就是 他对了 吕侯 いる方 门 贵 不就是 吕侯 对了 不就是 往下 是 上山四号 德高望重 世外先人 天意不可为 忠意不可为呀 哀戒 朕为你击中唱歌 你为朕挑一段 长袖遮阳舞如何 好 中文字幕提供 恒绝四海 红雀高飞 一句千语 一张恒绝四海 恒绝四海 一张恒绝四海 七十道新冠礼 七十道新冠礼 蝎父皇 平身 各皇子依诏皆议 三皇子刘如意 与赵帝封赵王 谢父皇 平身吧 四皇子刘衡 与代帝封代王 谢父皇 平身吧 云儿 你长大了 母亲 父皇偏心 封三哥去又敷又金的赵国当王 为什么封我去又穷又远的代国当王呢 云儿 把手给我 你看见了吗 这十个手指头啊 不一般齐 这就像你们几个皇子 有的呢 是父皇的大拇指 有的呢 只是父皇的小拇指 对 我就是他的小拇指 他说教我唱歌记住 可到现在也没教我 为什么我不能当父皇的大拇指 只能做他的小拇指呢 云儿 母亲姓什么 姓伯 这就对了 这就是咱们母子俩的命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你到代国啊 是为百姓谋事的 不是与其他皇子 争长短的 那代国常被匈奴人骚扰 劳大仗 这些年啊 你父皇的和亲之策 不是已经缓和了 汉兄之间的冲突吗 只要你用心去做 就会有办法的 再说 离开宫廷这个是非之地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母亲 母亲为什么不和猴儿一起去呢 不到皇帝掩驾 皇帝的嫔妃们 是不得离开皇宫的 这是规矩啊 母亲 我会想你的 母亲何尝不想你呢 亨儿 你知道吗 你是个男孩 就得自立自强 不能总离不开母亲啊 那父皇要是老不驾崩 恒儿就老见不着母亲呀 不许乱说 我知道 可是 明天啊 母亲派人快马去无限 去找你的舅舅 让他去代国 我舅舅 我舅舅 他舅会养马 骑马 还能帮我这里代国吗 你舅舅啊 和母亲一样 从小呢 也是外祖母带着读书的 他很有学问 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我的小大王 你一定要成为 有出息的国君 母亲 我会记住的 我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亨儿 你要记住 为王一场 造福一方 你一定要 对得起天地良心 对得起百姓苍生 我们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为什么只能这样 不管我们 有多强 可我们只是 只是一个小拇指 陛下长恶未央 免礼吧 谢陛下 陛下 陛下 婴部收到彭月入下后 怒儿举兵谋反 以占领金国 并杀了金王刘甲 真可怜的殊父啊 朕那可怜的叔父啊 朕的四弟 楚王刘焦呢 他们已报过 金王被杀时 楚王正和一群儒生 沿读诗经 他们现在 一切逃离了楚国 婴部正急速向长安推进 朕这些哥哥弟弟们 一个都不定用 除了做美媚的 就是整天跟一群妇孺 死肯数奔 婴部 朕的叔父惨死在你手里 朕一定要将你随时万断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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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枝啊吕枝 你禁给这帮盗盟 他居然想到 将蓬月的肉酱分给英部 那不是逼着他谋反吗 虧得英部 还忍了这么久 陛下 臣愿领兵前往 剿灭派贼英部 赵爱卿啊 英部是原猛将 最能打仗 他的志某 仅在寒心之下呀 是 臣等明白 是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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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英部匹敌者 能与英部匹敌者 一敬 可是 如今陛下的龙体由 朕得去 英部只要见到了朕 他的底气 就会减弱大半 可朕担心的是 朕万一不能率军勤征 婴儿 母后同意你父皇的旨意 行了寿冠礼 你就是大人了 让你去战场上磨砺磨砺 不经百战难成大业 不经磨砺难做好帝王 来 我讨厌打仗 讨厌杀人 戴上 陛下 臣妾知道 让太子率军讨伐英部 是历练太子的机会 可婴儿毕竟没打过仗 让一只绵羊 去指挥猛虎冲锋陷阵 万一猛虎失控 后果难料啊 臣妾以为 陛下虽龙体欠安 可这关键的仪仗不能不去啊 陛下挂率 让太子随军前往 陛下可不必过于劳累 太子也能得到历练 朱将也不敢不尽力 心 疯虽 吕致 你总算是替朕想出个好主意 婴部 是当今天下无人能抵的猛将 他也是朕心中 最后一个大隐患 朕不去 婴部就不把朝廷军队放在眼里 他一路西下 实必无人可挡 事到如今也只能依你所言了 七姐 你愿意陪朕一道去讨伐叛贼吗 臣妾愿意 陛下若不便坐车可特制一软床 臣妾愿骑马随后 还是朕的奇迹想得轴到啊 臣妾告退 七姐 记住叮嘱如意 朕百年之后 让他一定留在赵国 不要回长安 或许会 并不担任 不保安罪 驾 驾 下去 漢王 报上了 夏侯叔叔 快点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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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的大军 太子 救救我 太子 夏侯叔叔 太子 救救我 太子 不争气 真的连都让你丢进 太子 太子 母亲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垫子 傻孩子 你就要去代国了 路上走个十天半月的 也说不准啊 你这小屁股啊 要不垫点厚垫子 不知道要垫成什么样子了 母亲忘了 孩儿是英雄 英雄还怕垫啊 来 狠儿看看 这是什么 这么多后福啊 狠儿是英雄 不怕垫 来 吃一个 行 这后福真香 三哥 我们还可以同一段路吗 相伴千里 终有一别啊 如意 记住 你父皇一旦不在人世 你千万不要回长安 母亲 母亲呢 带王 走吧 伯夫人就是怕你伤心 才不来送别的 母亲啊 三哥 咱们走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刘弊 叫刘弼过来 陛下 只要刘弼见驾 你知道 这一仗为什么要打吗 臣知道 朕看不一定 这一掌围的是强顾大汉江山 大汉是谁的 当然是陛下 不 大汉是我们刘家的 太子有病 你的几个弟弟年纪又太小 这称其刘氏江山的重任 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你可别像你父亲那样临阵窃战 指尔记下了 驾 陛下 刘泽参见陛下 刘泽 你知道这一仗 该怎么打了 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叔父报仇 用阴中的血 祭咱们刘家的亡名 你要记住 天下刘姓是一家 辅佐天子 是我们刘家人的使命啊 臣知道了 驾 喂 屎 屎 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将军们 士兵们 因不大逆不道 逆天而行 举兵谋反 杀我朝廷众臣 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朕今天不诛杀这个逆贼 乃天地不容 万民不容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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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一姓王一个个都成了他的刀下鬼 如今又朝我鹰部来了 要先砍下他的脑袋 再剥下他的假仁假义的皮 让世人认清他的真面目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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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士们 拿出你们的勇气 你们的忠诚 用你们手中的武器 保卫大汉江山 列阵 今天我应不知替天行道 我要用这把刀 被冤死的韩信 被惨死的彭月 被被逼造反的一个个开关元勋 讨回天理 杨 杨茜茜 杨茜茜 这将兽利液裁的时候到了 那将杨茜茜 Então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cesicio an era 快 快 别进 绊马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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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护驾 陛下 鹰部这个无赖真是可恶 鸣力打不赢就防暗箭 陛下你静养片刻 微臣这就带一只人马 趁夜探明他的营地 以报这一箭之仇 不 鹰部用兵破死寒心 奸诈多边难莫受毁 鹰宫不是上策 那什么是上策 要攻心 攻心啊 攻心啊 淮南国的弟兄们 淮南国的弟兄们 别再跟着鹰鹉卖命了 你们抗不过朝廷 你们的老母 妻子 儿女 都在家乡等着你们啊 归顺朝廷吧 谁归顺 谁就可以回家 分田地 分房子 谁杀了鹰部 立了大宫 皇帝就赐予高决 不要听刘邦的蛊惑 你们先各自回营歇歇吧 明天一早 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诺 青庄剑聪 深夜自食 我们走 我们去哪儿啊 长沙国 你的舅爷那儿 别声张 准备去吧 诺 站住 将军请 走 丞相 咱都走这么多天了 才刚到赵国境内 什么时候才能到代国呀 还有个七八天吧 那咱先下车歇会儿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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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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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出国的龙舌糕了 龙舌糕 新出国的龙舌糕了 这是什么呀 这叫龙舌糕 是咱们赵国的特产 保证啊 你吃了还想吃 多来点吧 让孩子尝尝鲜 来一块 好吃 在宫中 从没吃过这么清香的东西 又甜又黏 在宫中 小孩子话说不清楚 来 再来一块 好嘞 走吧 来 嗯 馄饨 这是什么呀 馄饨 来一碗 嗯 给我来一碗 看门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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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门去去 是 大师 重庆 咱们也是看看吧 是啊 好 好 好 大师 你啊 跳得多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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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三哥这赵国可真富啊 富了就这么糟蹋东西 戴娃娃你说什么 我说赵国在糟蹋东西 嗯 将来 必定是一代咸俊了